她是我的先生 也是我肚子里宝宝的爸爸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为了家计 她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外送人的行列 这个行业充满了风险 一整天有半的时间都在机车上度过 不论日晒或雨的人必有必达 她就使命必达 每天晚上她都会跟我分享 今天外送所发生的乐趣 却从不提起这份工作的艰辛 每天坚持为我送午餐 只为了看我和宝宝一面 她说有了我们会让她更有风力 每当下雨时 看着她是露露又狼狈的模样 就觉得好心疼 看着那件她舍不得丢的破旧雨衣 在想想她这么努力的为我和宝宝辛苦着 这个父亲节 我想给她更适合的礼物 亲爱的老公 谢谢你守护我和宝宝 这件雨衣代替我和宝宝来守护你 替你遮风挡雨 父亲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